Insta 360 静鸡机出了一支全新的隐形自拍棍 去改善旧版中号棍的一些问题 讲什么升级之前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型号 它叫做 114cm 隐形自拍棍 即是拉长有 114cm 长 而且是一支可以隐形于 360 相机的自拍棍 取代旧版本的 120cm 隐形自拍棍 成为新的中号棍 新旧两者外观大致一样 拍摄出来的效果都没有太多出入 功能都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两者是有不少分别的 例如第二 长度 以下的参数全部是我自己计算的 旧版本收起长 23cm 新版本收起长 23.4cm 拉长后旧版有 116.7cm 新版有 113.5cm 收起来长一些影响不大 但打开短了 3cm 会否影响拍摄效果呢 正面自拍 旧版 新版 拍一起看 背面 背面跟拍 旧版 新版 拍一起看 转眼底 新版本在墙上还有一些舒适 但它改善的地方不是这样 讲之前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大蓝牌NIC 专讲 360 相机 每个星期都会出 360 教学 评测 评测 铝摄分享影片 有兴趣玩全景拍摄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好 我们继续 第三 重量 旧版本重 131g 新版本重 121g 新版本带出现是轻便一点 但放了相机之后 相机重量决定性大一点 所以用的时候两者重量分别不大 好像说到这里也看不到它有改善 现在就跟你说 第四 强度 让我安装它在1寸360 相机上 再给你看看它们的分别 旧版中号棍会因为相机重量而明显弯曲 新版本强度改善了 弯曲情况少了 就这样看变弯问题依然存在 那拍出来的画面有没有改善呢 旧版本拍摄的画面 新版本拍摄的画面 看不看得出有什么分别 看不到 让我帮下你 旧版本拍摄的画面 新版本拍摄的画面 都看不到 不用怕 因为两者分别真的不大 新版本入的问题只是改善了少少 依然可以明显见到自拍棍尾段 不行 不收货 讲它的物料和仍应该升级之前 如果你觉得这条片有用 希望你可以给我个like 用我在官网的专用购买连结买东西 都可以支持我继续拍片 多谢了 我们继续 第五 物料 两者在物料外观上都没什么分别 都是金属管 再加一些防滑物料包胶 官方声称里面用了新的弹弓阻力锁定系统 就算拉动很多次都非常耐用 这一点现在我就测试不了了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半年之后跟你说 看完比较之后 到底 第六 应不应该升级 原本我希望新版本中号棍 可以为1寸360用家带来这些喜悦 但是以这样的拍摄效果 个人觉得改善不大 所以还是省点钱 不用升级了 如果要添置多一件配件的话 我会建议买迷你三脚架自拍棍 你可以按这里 看看我带它拍录影片有多方便 我是大蓝鞋 没什么事我先出去拍360 下次见 拜拜 拜拜